那么说到用水灭火 这是常识 大家都知道 可是在河南昌市 却发生了一件怪事 在当地的村庄里 有一口水井 这打上来的水 竟然可以点着 这口能点着的水井 位于河南省香城县的汪吉村 是三年前打的 有十几米深 主要用于附近农田的灌溉 但就在前不久 村民用井水浇地的时候 发现有点不对劲 这打出来的水嚼 这埋头都干掉了 吃掉了 俗话说水火不容 这井水怎么就能点着呢 这仔细观察发现 井水呈棕色 上面飘着一层厚厚的黄色油脂 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气味 井水能点燃的消息一传开后 附近的村民都跑过来看个稀罕 有村民就怀疑 是不是村里的地下水被污染了呢 为此记者专门去看了周围的 其他几口水井 并没有出现这种能点着的情况 那么会不会是附近有什么石油管道泄漏 或是化工厂排放出了问题呢 有没有城坊器 有没有这个官道 不管煤气 天然气 这些东西都没有啥 这房源 井水里都没有啥 啥厂都没有 这就奇怪了 好端端的一口井 怎么会成了这样子了呢 井水里究竟含有什么物质 记者决定从井里取些样本 带走进行检测 我们也将会继续关注此事 谢谢大家